一个男人对你说再多的甜言蜜语也不要当真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要看他为你做到了多少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他不会只想和你搞暧昧 而是想娶你回家想和你结婚 想用心地照顾你 其实男人不需要甜言蜜语 有时候说的话看似简单却饱含着最真挚的感情 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有些男人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流下了眼泪 很是让人感动 让人有想嫁的冲动呢 女人们当你们听到不善言辞的他说出这三句话的时候 你应该明白 这个男人对你是付出了所有的感情 他对你是真心的 可能是想要娶你了呢 如果这个男人说出的话也能做到 那么这个男人是值得你信赖的 值得你托付终身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三句话呢 第一句 请你永远不要离开我 抛弃我 请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抛弃我 因为我最心爱的 最疼爱的女人离我而去 我会非常的伤心难过 当一个男人把自己最真挚的感情向你表露 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示在你的面前 那么他是多么地看中你 他是把你当作他的全部才能这样说呢 第二句 放心地交给我吧 我会照顾好你一辈子的 爱到心灵深处时才会听到那情不自禁的发声 岁月会老 真情会变 滚滚红尘与你相伴 看繁华落尽 品人间万种风情 爱你到永远 把爱升华到灵魂深处 对于一向沉默寡言的男人们来说 能说出这句话实属不易 可能一辈子只说这一次吧 而且只对你说 因为你是他这一生中唯一的伴侣选择 我想要照顾你一辈子 这是男人对你的沉默 也是他下的决心 同时也是他对你的真心告白 在他的心里 你已经是他想要娶回家的妻子了 第三句 别害怕 别担心 有我在 就不会让你受委屈 你是我最心爱的人 我不能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哪怕是一点点的委屈都不可以 当你感到不安心的时候 男人会告诉你别担心 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为你遮风挡雨的 一个男人只有对你是真心的 真心把你当成他的心肝宝贝时候 才会情不至今的保护你 呵护你 照顾你 是一种想一直保护你的强烈愿望 心里有你 把自己当成了你的依靠 如果说先享福 那是给你 但是说如果先受伤害 那还是我来吧 说到要吃苦 当然还是我先上前 上述说的三句话都非常的简短 但是都非常的真挚 比那些整天甜言蜜语挂在嘴边 从不用心的男人强很多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可以毫不犹豫的嫁给他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